大家好 我是来自营养界的泰哥 欢迎来到我们神奇的泰世界 现在你一定还不太了解我 先看看你们人类科学家对我的评价 美国著名华裔科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朱蒂文博士这样说 21世纪的生物工程 就是研究基因工程与蛋白质工程 研究蛋白质 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研究多泰 日本科学家田泽慧一说 泰有全方位作用 还有德国鲍威尔克鲁德博士 他说找到了一个新的抗衰老药物 泰 泰能使人变得年轻健康 泰是化妆型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还有很多很多 人类科学界营养界对我几乎是无不知晓 我还被他们称为 换时代的科技营养 说到这里 你们对我一定更好奇了吧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究竟有多神奇 想知道吗 跟我来吧 还是先从大家熟悉的 氨基酸 蛋白质说起吧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 蛋白质是人类的重要营养物质 泰哥我也是由氨基酸组成 不过我身形可没蛋白质那么大 一般只是由2至50个氨基酸组成 过去营养学理论认为 蛋白质被摄入人体后 只有分解氨基酸才能被吸收利用 其实不是这样的 现在研究证明 吸收蛋白质的主要形式不是以氨基酸 而是以我们钛的形式 蛋白质进入胃肠道后 会被分解成一个个长短不一的小片段 然后再被人体所吸收 这些小片段就是钛 所以我就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的中间物质 是蛋白质的功能片段和结构片段 是蛋白质的活性基因部分 是生命的营养物质和基础物质 我比蛋白质和氨基酸都更能被人体所吸收 还具有很多神奇的功能哦 不仅如此 泰还决定了细胞的分裂 生长 修复 死亡 也就是说 人类的生老个子都是由泰哥我决定的 泰对于生命的意义 正如人类科学家所说的那样 泰是生命的统帅 生命是泰的反应体系 接下来 泰哥要给你们介绍下 我们庞大的泰家族 根据来源 我们泰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 内源性生物活性态 人体内存在的天然生物活性态 像人体的酶 胰岛素 凶险态 生长因子 就都属于我们泰的家族成员 第二类 外源性生物活性态 人体以外的态类物质 一般是从动植物 微生物等获得的 我们把从动物蛋白中获得的态 又称为动物态 把从植物中获得的态 称为植物态 此外 根据每个态的功能不同 我们态家族 又可以划分为 免疫活性态 神经活性态 抗菌态 抗氧化态 营养态 是不是快被我们庞大的态家族 给你迷糊了 那么到底哪种态对人体才最具营养价值呢 告诉你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那就是根据组成态的氨基酸数量来选择 以下内容非常重要 大家专心听态哥讲哦 根据组成态的氨基酸数量的不同 我们态分为低聚态和多态 低聚态也叫寡态 是由二至九个氨基酸构成的 分子量通常在一千道尔吨以下 多态则是由十至五十个氨基酸构成的 态类物质 其分子量在一千道尔吨至五千道尔吨之间 而对人体最有价值的 就是我们低聚态 为什么说低聚态对人体专有价值 这是因为低聚态的生理特性和吸收机制决定的 低聚态具有良好的水浓性 对热对酸的稳定性较低的渗透压 不仅如此 低聚态在吸收方面 还具有其他营养物质无法比拟的优势 低聚态因为分子量小 自身具有极强的活性 不需消化就可直接被人体主动快速吸收 不消耗人体的能量 完整吸收 低聚态自身有良好的保护机制 加之极强的穿透力 不会被人体的消化系统二次降解 始终以完整的形式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且不会有任何排泄物 优先吸收 低聚态是在小肠的尽端被人体优先吸收 不会影响其他物质的消化吸收 但白质合成率高 氨基酸进入人体后 需要合成低聚态才能被人体吸收 而低聚态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其蛋白质合成效率远高于氨基酸 营养价值高 低聚态还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 其生物效价和营养价值均比油里氨基酸要高 是不是觉得泰哥棒棒的 别急 泰哥还有更棒的 那就是低聚态对人类的生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你们人类科学研究证明 不同的生物活性低聚态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生理功能 在抗病毒 抗癌 抗血栓 抗高血压 抗氧化 免疫调节 激素调节 抑菌 调节血糖 降胆固醇 保护肝脏 皮肤水分 胃粘膜 以及改善元素吸收和矿物质运输 促进生长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么强大的低聚态是不是让你十分期待 没错 低聚态尤其是和免疫力低下者 胃肠功能紊乱人群 正在生长发育的未成年人 消化功能衰退的老年人 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孕妇 乳母 剧烈运动下 急需补充蛋白质的体力劳动者和运动员 重瘤癌症患者 性功能衰退人群 美容与美肌的人群 长期饮酒导致肝功能受损人群 以及需补充钙 锡 铁等各种微量元素的人 感谢大家和泰哥一起完成一趟神奇的泰世界之旅 记住泰哥 记住低聚态新收快 让我们一起补泰吧 拜拜